故事有點長 要不然突然直接一個女孩 跟人家要LINE 很奇怪啊 沒道理啊 不會那麼主動啊 那是雜佛 你認為我還有什麼可以被騙的 趙哥另外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過去你在一起發光 那個接觸跟奉獻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哪一報的 三立行我 三立行我 真的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就跟你拜的廟也是一樣 每一家廟規定也不一樣 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狀況 所以我也不在那當中 我只認識其中一些人 所以我就不一致 總歸一句話 上帝都知道 那你過去奉獻跟那個收據 數字是一樣的嗎 把焦點挪回 55年磨一劍 或者是你們繼續問他的緋聞都OK 那記者大大就不客氣了 趙春平2021年在綜藝大熱門 宣布結束六年婚姻 去年則在小S節目上 認愛與小22歲的空姐戀愛RNG 雖然有最萌年齡差 但是一定是以結婚方向走 不是國內的航空嗎 歐洲中東那樣 阿聯絮 之類的 那你這樣遠距要什麼威脅 沒廢人啊 退下了 你也沒廢人 我為你這樣嗎 不是不是不是 他跟男人會語色 也沒有啦 不是啊 你們也知道我本來就是不喜歡 你們把私事拿來張揚啊 沒有啊 到日文啊 對 你不是結婚 對 我是結婚 我離婚 我離婚 那個不一樣 那是一個點 那是要做告知 是通知 幸好今天VV 好險 好 要不然那個也是 在VV拍的 好 我跟他問個好 剛說怎麼認識 故事有點長 我們之前在一個餐點遇過 但是合照 合影拍照 簽字 這種事情我做太多 我真的會忘記 所以兩年後到另外餐點再遇到 他說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 很積極的看他滑手機 想把他以前照片的 好好好 給我看 真的有是我 好巧 我在這邊又遇到 有一個家餐廳 狀況還不錯 東西還蠻好的 然後就問說 可不可以有機會啊 邀請他 好好 我也是很客氣 好好好 沒問題 我想說趕快請就好 還是幹嘛 他說對方主動這樣 要不然加個賴 我想想看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好吧 加個賴 就這樣慢慢開始 加賴叫過去 要不然 突然直接 一個女孩 跟人家要賴 很奇怪啊 沒道理啊 不會那麼主動啊 可能是詐騙 你認為我還有什麼可以被騙嗎 過往期間要吵多家 想要吵小鬧一定有啦 說沒有是騙人的 因為差太多歲了 其實會有一些價值 會有一些價值觀有問題 那你兩個差距 比皇子叫鬧的人更高 我是22 互介入 確定是嗎 也沒有啦 還有比我差更多的啦 我其實哪有婆介入 也沒有 只是我現在還活著 他有被你罵哭過 你不是很常罵哭 剛開始有 對 鬧到差點分開了 不會啦 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 我結婚的話 會有心想要發給你 是 那只有一切都要問上帝 與你以為是 尺寸之朵 有種在 我身上有 尺寸之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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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